他这个身体情况这样吧 晚上有时候就跟我一块睡 那我那个儿子吧 愿意和他一块睡 我说不行吧 他这样他晚上起来不方便 我和他在那一块睡 他睡觉的时候总是挨着我 就是那么大一个床 老是就是把我 就挤到边上去 缺乏母爱 我说可能这孩子从小 就是缺少母爱吧 应该就是 你是不是当时就 把阿姨觉得像妈妈一样 对 毕竟从小没感受过这种爱 那你那个时候 有没有个什么心里的小冲动 说这样是我妈多好啊 他那时候还没有 就是在我那过了一段时间后 想聊天嘛 他就跟我说 阿姨 我跟您说件事 我说你说吧 他说你能不能就是做我妈妈 我说我已经是 就是说我以为他说的是干妈 或者是啥的那个 那时候对他爸还没有 没有那个想法 不是这当时姚轩说 你能不能做我妈妈 是说就做我干妈呀 还是说想给你爸 他那个说的是什么呀 当时我就给我爸说过 我说我那个阿姨对我挺好的 我阿姨也是 就是现在也是自己一个人吧 要不你们俩就在一起 你那么想还知道这个呢 孩子回去给我说了以后吧 儿子是你们的媒人 其实我心里边也挺强的 直到有了这个事以后吧 就是下了边以后 或者说阴天下雨的时候 没法上工的时候 我就骑着摩托车 跑到他家 就说来他家蹭饭吃 你做的饭很好吃 说句实在的做的饭很一般 但是我也说很好吃 我说我也会做饭 给你露一手 就是一来二去的 就是慢慢慢慢表白 也不敢就是 太轻易地要 很轻易地去表白 不过来面子以后 害怕孩子的干妈都没得做 遇到这么好一个女人 我就试探着 就是给她说 我说你看两个孩子 跟亲哥俩一样 我说能不能长期 让他们待在一起 她说你啥意思 我说没别的意思 我说就是两个小兄弟 那两个孩子 作为两个小兄弟 经常来往 她说这不是天天 在我家住着吗 她说还咋来往 我说还有别的意思 她说等等再说吧 其实她也知道 我要表达什么 她说等等再说吧 那当时大姐 你是怎么想的呀 就老宗说这些 你考虑过吗 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她这个人吧 说话也挺幽默的 就是她怎么开导我 就是用她自己的 亲身经历来开导我 最后就是一来二去的 就产生感情 对 像孩子又可爱 小兄弟俩相处的也好 也挺好的 那你们是认识 多久之后决定 开始交往呀 那以后 我们两个才开始交往的 郭女士当时没有想吗 自己本来生活就不容易 对吧 爱人过世了 自己带着儿子 那现在又来着 父子俩你还得照顾 而且小宗这情况 可能你这一辈子 照顾掉 当时也想过 想过吧 就是有一次就是说 去那个北京 去北京参加了一个活动 就是那个盲玩图书馆 在那个北京盲玩图书馆 在那参加一个活动吧 就是像她这样的人 很多残疾人 看到人家也都是 就是用嘴用脚画画怎么的 我感觉就是也没啥 就是以后画 就是孩子只要努力 想学的话也可以啊 这个看到这口头画以后 我都不敢相信 哎呀我说这画得这么好 我就给人家说 我说你也行 看到了一个 这个光头的一个 无比说话家 我就主动上去 跟他打招呼 我说我是领着孩子过来 参加这个活动的 我就把孩子推到他跟前 他一看孩子这种情况 他说哎呀让孩子学这个吧 我说哪天我领着孩子 去拜访你 他说行 他说随时欢迎你们 简单地交流了两天以后吧 留下没 说留下孩子 你们放心的走吧 都在我家 住在老师这儿 那个时候 他那个时候去的时候 生活都不能自己 生活不能自己 啥都不会 就吃啊什么用 啥都不会 什么都不会 那还真是全麻烦去了 都是老师一步一步教起来的 那种事